情報交流 並且作出一個風險的評估 之後我們鎖定了一票 由哥斯達尼加寄出 經海運到港 報稱是有變壓器的貨物 貨物到港之後 在今年即是2月26日 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 和港口及海域科人員 我們採取了一個聯合的行動 首先海關人員是利用X光機 去檢查這票的變壓器 首先我們經過X光影像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變壓器裏面 是有不同的組件在裏面 我們覺得最特別的是 當中其中有些組件 是挨斜了的 和明顯其他一些不同的 這一點是更加引起我們海關人員的懷疑 所以我們決定是把這個變壓器打開 對於內部的組件 是作出新入的調查的 鎖開那個鐵箱之後 我們發現每一個鐵箱 都是有10塊的懷疑可卡因毒品 每一塊就是 一塊的懷疑可卡因毒品 大概1.2公斤那麼重的 總共裡面是有10個鐵箱 每一個鐵箱有10塊 即是說我們在今次的行動裡面 檢獲了10塊 100塊的磚撞懷疑可卡因毒品 市值是1億1千萬港元的 泛族集團是花盡心思 利用油壓式的變壓器的構造複雜性 和它的材料的堅固性 它的特點 還在以同學式的手法 的收藏手法 一層一層地把毒品包住 試圖令到毒品 是不會通過我們X光機的檢查 可以發現得到的 再者 那個變壓器是注滿了油的 販毒集團也都希望 將一個正常的油壓式的變壓器 就盡量呈現在我們眼前 目的也都是增加我們 海關人員檢查的難度 我再講一下案情 發言案件之後 海關毒品調查科行員 隨即展開一個監控遞送行動 首先我們會將這個 藏有毒品的變壓器 包裝還原 放回去原本的貨櫃 再將這個貨櫃 不動聲色放回去 貨櫃碼頭裡面 我們展開 全天候24小時的監控 就在等那些販毒集團的下一步行動 那其後呢 有一間物流公司 就會來到收取了這個貨櫃 將這個貨櫃 先放在天水圍一個物流場 放了兩個星期左右 在其後 在其後呢 再轉到去 上水 鼓動 另一個物流的公司 那接著又拆櫃 將這個 災油這個變壓器的木箱 拿出來呢 就放在這間物流公司的貨櫃 再存放了 約某一個星期 去到3月24號 那這個物流公司 按一個指示 就送這件變壓器 去到新田一個空地 其後呢 有兩名男子出現 就去簽收這批貨物 那麼我們埋伏的海關人員呢 一件事機成熟 隨即就展開拘捕 當場就拘捕這兩名涉案的男子 那麼在跟進調查 第二天 即是3月25號 那麼我們再拘捕一名 懷疑與案有關的女子 那麼呢 兩名被捕的男子呢 就分別14、15歲 都是學生 那麼呢 我們已經將他落案 暫控一項企圖 反運危險藥物的罪名 至於案件仍在調查之中 至於另外一名被捕女子呢 仍在叩頭調查的 那麼他是報稱 一個物流公司的職員